另外还有一个最新现场受到台风杜苏瑞外围环流的影响 台东呢在中午过后吹起了沙尘暴 整个台东市区是雾茫茫的一片 能见度大约只有200公尺 想要情形我们立刻联系记者林敏珍 好的主播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强风夹带着大量沙石笼罩整个台东市区 因为受到台风杜苏瑞的外围环流影响 台东市区今天扬起了沙尘暴 放眼望距风沙漫天飞舞都是雾茫茫的一片 能见度大约也只有200公尺而已 街头上停放的轿车引擎盖跟机车坐垫上 也可以看到都覆盖一层厚厚的灰尘 附近居民也拿出水管不断在家门口洒水 就是怕吸入过多的灰尘 路上行人也都用手捂住了口鼻 让我们听听稍早的访问 红杯刷啊 红杯刷 红杯刷在里面吗 是啊 所以在床里面就对了 台东市区现在空气品质可以说是相当的糟 提醒患有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的民众 尽量不要出门 以上是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主播 好谢谢敏珍 我们看到台东现实出现了沙尘暴 能见度仅仅只有200公尺 道别生 job 网上 灰尘暴 尘暴